OK 玩搶工時間 11.59分 好,現在時間12點00,1月3日,現在發現1月3日,星期三 今天1月3日,在前年16點的時候,八咖車說,加上故障,那個信用系統故障 6點多的時候,後來第三天,第二天,原本打算八咖車的電腦弄好了 就想搭,但後來又真的還沒弄好 我在屯門站等,等了一個小時,我坐在屯門西站很久 但怎知道八咖車仍然不來,所以我寧願很失望,回家 去年17年的1月3日,星期二,就在這個插班生,由內地轉來學校都已經有一年了 意思是,他已經在這學校都已經有一年了 我真的來了很久了,這麼快都已經 但是有一個C班轉為A班那個 那個不是插班生,那個是真的學生 想不到這麼快一年了 今天第一天玩Bell 1 想不到我真的黑了那麼多 黑仔那麼多,不是黑了那麼多 雖然只有兩支MVP 但是之前就說,人家也發現了一個Bug 就是這個,玩狂難DLC 有一個地圖叫海麗斯甲 就好像單人戰的那個 即是海麗斯甲做攻擊方 攻不到就有很多,攻擊方有很多型 很多型的,真是賺型的 如果攻擊不到,第二次就會出動這個Dresswalk 意思是這個墓蔚 但是,因為有一點點Bug 所以很多人玩這個攻擊模式 都會看到一個無雷嵐飛 即是,那個無雷嵐飛 它不是在海上,它是在陸地上走走 不過現在是殺不了人 那些人就可以拿一些火箭炮 拿一些野戰炮,拿一些防空砲射去 什麼都行 你用那支高砲都行 那支十字攻砲射去 任射 因為它飛,但如果它爆了 它會回到海原威爆炸 其實這個Bug 我之前已經發現了 但是現在好像還沒有弄 我好像記得 在剛才有WhatsApp提及 即是英文科 最後一時就說 為了不要再提升 不要再令人在這裏交功課 於是我就提出一個政策 就是說 如果你們的同學 在交英文功課前 如果再不交英文功課 意思是,如果你第一天欠交的話 就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放過 即是搖書那些 如果你不交功課 即是第一天開始不交功課 我呢 會罰你 不知道罰你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罰你抄功課 甚至是要你幫MISS做的事 但除了發抄之外 我也不知道要想什麼 但我只知道現在 現在制造了新策略 就是 沒有交功課 要罰 英文 不過沒有所謂 反正我都不會欠交這樣的功課 即使你不會做 至少你 盡量試做 因為英文真的不太會做 但我試做盡量 你起碼都要試試做下試 但我真的不會做 唉 即是星期五 1月5日 4點半 就要再兩次選押 去檢查 但相反 有狀正 法科 在星期五 1月5日 要補貨 即是後日 但如果補貨的時間 如果真的補到5點多的話 但如果真的 時間是超過4點半 那我真的要跟老師說 但實際上 就跟老師說 MISS 我想走 不是 因為我要去 健康檢查 即是補貨 就像之前 補貨都是做的 題目 做完之後 對答案 可以走 就是這麼簡單 但相反 我真的不行 因為我真的要跟她 兩次勸咬 是 預計下週 中期會有一個冬季龜有風 會再抵達南華 原來我都試入了轉 我就看到 CTE的影片 CTE即是寫個人測試的計劃 它有很多車的圖裝 但為了使用 我在5個載具 即是攻擊坦克 輕型坦克 重型坦克 破洛蒂夫裝甲車 俄軍 火化裝甲車 機場行坦克 重坦克 重坦克 是不是7架 重坦克 巡航 輕坦克 火化裝甲車 然後攻擊坦克 然後破洛蒂夫裝甲車 即是在這6架裝甲車裏面 不算破洛蒂夫裝甲車 我在這5架裏面 好像見到一個圖裝叫DICE DICE DICE是色彩的意思 但以我看過密賓拿 我好像見不到 有一張圖裝叫DICE 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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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去看 其他圖裝 如果 我覺得 實際上 最漂亮 最高級的 就是這個火化裝甲車的 白金雪佛陸 因為它排在最後 排在最後是最厲害的 最型的 但實際上很難抽 極稀有 即是你抽到 經歷過位數字 就知道了 那時候最熱的就是這個 擁有LE燈的發光氣球 即是我在街上吃飯的時候 都看到有人拿著這些 即是很大慶祝都拿著這些 是很熱的 但相反 即是會有爆炸以外 因為 氣球是用害氣衝的 害氣是一個異形的氣體 如果它點到火 如果它點到火 立即爆炸一下 立即爆炸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見它爆炸 你不要見它爆炸聲很小 爆炸聲很小 不代表它爆炸聲很小 它爆炸聲很小 但代表它爆炸聲很大 有機會炸死你的 如果它正在那裡 但是 幸好你炸傷 就是 但真的會爆炸 試過爆炸 這個LED燈的氣球 因為我看新聞 我說絕對不會玩危險的東西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試 我試都沒有試過 不好意思 我還沒試過 然後我還沒試過 入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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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試過 二月幾家長日,我真的可以很肯定 是沒有一個家長是不會在老師面前說,是不會說謊 是沒有一個家長是不會說謊 因為你說真話,你猜老師會怎樣反應 原來你說,我兒子很懶的,他不溫習,只會打機,有夜分 你知不知道要講這些話才會聽到有什麼反應 原來你是這樣的嗎? 我說你的兒子是這樣嗎? 他有很大的反應,真的會罵你 所以每個家長都會說謊,是欺騙老師 真的,每個人都會說謊,我見過